新闻回来带您看到中共前置媒体又一桩 又有一家中国新闻刊物被研刊 今年4月登载走出马三家调查报导的Lens视觉杂志 今天在官网公布5月号因故推迟一周上市 关心中国人权的立委质疑 中共再次恫吓媒体压制真相 外界应该要持续追究劳教所加害人 与迫害法轮功的责任 黄底白字中国Lens视觉杂志在官网上公告 5月号因故推迟一周左右上市 实际原因没有说明 但外界都猜测是因为日前走出马三家的调查报导 触怒中共 那我们认为就是中国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媒体的资讯事实上还是给予相当大的一个封锁 重使他们还是没有提及到法轮功受到破坏 但是呢这个中国就是用这个媒体的封锁的一个情况 让那个法轮功受破坏的情形 不敢攻诸于世界 立委强调外界应该继续追究酷刑的加害人 追究迫害法轮功的罪行 马三家女子劳教所把我们这些捍卫权力和信仰的上访人 和法轮功进行折磨 用电棍击打我们的乳房 阴部 Lens杂志封播后 中国导演杜斌更公布纪录片 小鬼头上的女人 曝光马三家罪恶 她在香港参加试音会 表示法轮功选员遭到的酷刑尤其严重 就是要让外面的人知道 这些事情不可以发生在人的身上 因为我是一个人 我不能接受 所以说我才要做 马三家黑幕引发越来越多议论 辽宁当局发布所谓调查报告辟谣 引发外界质疑抨击 多位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受害者 甚至直接到北京新华社总社 新华网新闻出版总署抗议 不接受虚假报告 目前受害人处境 人带关注 新唐人亚特电视 陈娇正真 台湾台北报道